在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上 涉落两斤的00后中国设计运动员杨倩 近期可谓是人气高涨 无论是珍珠美甲 小黄牙发卡 还是爱吃的油闷大虾 都让网友们津津乐道 近日她告诉中心设计者 她在隔离期间 已经吃到了心心念念的油闷大虾 我们基地食堂之前有几次做了 然后已经吃上了 是专门给你做的吗 那我猜测可能应该是吧 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点的菜 可以趁机再点几个 可能接下来几天又会送来给你吃了 那我糖醋排骨 杨倩说她非常感谢网友对她的关注 她也经常会看社交网络上 网友给她的留言和评论 比如就是会发一长段的那种土味情话 然后包括就是说 番茄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呀 就这种觉得还挺有趣的 觉得他们就挺可爱的 有被吐到 除了网友的留言 杨倩也对网友炒CP的行为 做出了回应 我觉得这个的话 只要不影响到正常生活 就大家图一乐 别当真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不可以当真的 是吧 就确实什么都没有 是吗 对 不可以当真 目前杨倩已经隔离了两周多的时间 这期间她除了做一些比赛总结 体能训练 接受采访 也是一个爱看综艺的综艺女孩 我爱看的特别多 基本上我都看 就是 跑男 还有极条 还有王牌 还有蜜桃 还有明珍 基本上都看很多 之前还看那个德云动效社 所以是德云女孩吗 会有 会有关注吧 但是 也不是就是说 没有去现场看过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也能够去现场看一下 我觉得那个 孟赫棠跟周久良 也蛮好 还包括那个秦萧贤 也特别有趣 也算不上是追星吧 就是对他们 比较欣赏 杨倩说 她并没有想到 自己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 但她认为 这其实也是源于公众 对奥运会 中国运动员整体的关注 而作为东京奥运会 出战首金的选手 必然会面临许多关注和压力 压力肯定是会有的 任何一场比赛 它都会带给我们 一定的压力 更何况是奥运会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 尽可能地去化压力为动力吧 然后也是更多的 其实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 更多的还是会抛开 结果上面的一个想法 更加专注地到 去做自己的整个过程 只要把整个过程完善了 结果我觉得是不会差的 而对于一些网友 称他是学霸冠军的说法 杨倩表示 自己不仅不是学霸 在清华园里 应该算是个学渣 相比于我们学校 其他人来说 我就是一个学渣 其实我学习成绩 确实也一般吧 一般吧 班级里边中游吧 对于学习的话 也是尽可能就是 去多学一点嘛 因为学习这个东西 它确实是 就是你 就是会 穿插在你的人生当中 就是你这一生 你都是可以 去进行一个学习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 学的更多的知识 也是更加丰富自己嘛 杨倩说 隔离结束之后 他就要全身心 投入到全运会的备战中 全运会结束以后 杨倩将回到学校 继续学习 并努力补上 落下的课程 我觉得 这次比赛拿到冠军 就是对我 之前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训练 成果的一个收获 然后呢 既然是已经走下领奖台了 包括现在也过去了 一段时间 我觉得接下去 要做好的就是 做好归零意识吧 一切都是重新开始 我还要去准备迎接 接下去的 更多的挑战